一支一條條 照理說 這個海桃啊 沒有出很嚴重 有沒有 這支是 只割一支你所有的 對啊 有沒有 只要弄一下這個 好 OK 好 跟我這個拌 拌麵 對 然後我們就 這支要不堵 然後 有慢慢的這樣 然後下來下來下來 一般我大概都會調整到這裡 我先給保庭 我這手要撐著 這個要撐 要不然會掉下來 如果有時候 你剛才臨界點 那是說的 他就是 那個 我先讓你看 就是大概差不多 有沒有 這個地方 大概 一般其實 在這個 這個 那個 溝槽裡面 下一點也可以 溝槽裡面 我習慣是高 高一點 我習慣是高一點 對 大概這個上遠 這個地方 大概 那我們再看情況 風的情況 然後 好 你現在都好 好了 我們再溝槽一下 看有照片嗎 有 對 剛才有照片 沒有照片 還好沒有 對不對 一樣 就這樣子而已 兩個重點 一個重點就是 這個地方 讓它 跑上來 固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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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這是高低 對 高低 剛剛講的這個 這個 那個都不要去動它 建議就不要動它 除非你想要再去研究 就是 那會不會說口徑大一點就要調整 對啊 沒錯啊 你口徑不一樣大小的話 你要動的地方就很多了 除了高低以外一定要動 這樣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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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左右 左右兩邊都要重新調整 你要 靠掉進行 你要全部往後退 哦 如果說你小的 要換大的 比較危險 因為它的距離 很小 你換大的 你沒有把它後面 這兩個往後退的話 你一進來 會拆掉 拆掉 你會有人要拆掉 別有人這樣 對 就是拆掉 有人要拆掉 拆掉 現在口徑是一樣的 對 建議就是說 口徑你暫時不要去更動 哦 要不每次這樣調的話 會 太多 而且你有哪一個環節 調到不到位 方格就是不好 對對對 就是這樣 對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對 對 對 我們示範一下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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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大概四百多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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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噢 它沒有重量 卡住只是還好啦 還好啦,你稍微抱一下還抱得下來 再來是說,它這台很久 很久沒有用 很久沒有用 對,對,對,對 它滷這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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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看一下 蓋子,蓋子在哪裡 OK 那裡啊,這裡有啊 隨便蓋子就可以了 好,我們就看旁邊 欸,通起來OK 通頸部 可以 來,我看看 有點緊 我是不太建議 你如果太緊的話 它撐久的話 有些會裂開 顧料,現在不會裂開 搞不好有時候過幾天 它就 裂開 我建議可以再鬆一點 鬆 對,鬆一點 它滷這個太紅了 對,沒錯 對,沒錯 就這個地方 鑽冷幾乎 對,對 然後 鑽一圈 就大概 浸了一點點就好了 回調 一點點 一萬 回調 這裡還鑽了 對,很鑽 先不要鑽了 沒關係 等你 抓好 再一次 再一次 因為這樣子的話 這個 可以重新再壓 因為 同樣的東西 我只是輕輕而已 如果說比較嚴重的話 是 太慢 這樣就比較不行 可能要重新再調整 這個只是輕輕的 拔一下 可能這個地方都需要 這樣子 只有好一點 一點點而已 還是要再鬆一點 你敢不敢 不用啦 不要 對 這樣子也可以 不過再鬆一點點也可以 對 原則都大概是這樣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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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可以做一件事嗎?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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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